文化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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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民國五十二年 元旦做到現在108年 52年那個時候 農業社會 剛好要進入到商業社會 所以這個行業那時候算起來 一般的手工要好上好幾倍 所以父母會馬上叫你轉去學這個 民國五十幾年那時候秀學號 我最高興秀到的是一年級 一年級的學生 那時候小朋友想要讀書 真的好可愛 他一來我要買書吧 他不是我要買衣服 我要買什麼 你看他想像想要讀書那種的愉悅 他想一來小朋友要買書吧 買衣服要秀學號這樣子 你學這個到真正你能夠發揮你的潛能 要20年 我像我能夠秀這樣子 能夠秀楷書立書這些行書 你要先學書法 像以前我們呢 報紙捨不得丟掉 日曆捨不得詩 那些只要留下來寫書法 第一個字秀出來多大 後面字就要一樣大 你學校校面有幾個字 比如說有四個字 那個距離 我們一下子馬上就要把它排好 久啊久之 現在我就是很自然 能夠人車合一了 就跟書法家一樣 他人品合一 隨心所欲 那像現在你假如要這個照照看 我秀給你看看 我秀我用這個所秀 你什麼名字 我馬上直接就秀給你看 可以嗎 不知道 至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